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喜我们尊敬的卢军红台长 为我们慈悲开示 谢谢大家 其实台长跟大家也是老朋友了 因为在09年的时候来过一次 来的时候人没有那么多 但是台长一直心中想着这里 尤其在水灾的时候 所以澳大利亚东方片台 也是搞了一个易游的游船 全部把那些船票的钱 全部捐给了昆省的政府 大概有将近一万多块钱 所以在这里也是敬请我们东方电台的一些心意 谢谢大家 很开心 今天也不算什么会 台长主要跟大家老朋友去去救 因为很多时候台长总是跟大家想到了一块 那么人呢实际上很苦 我们活在一个很苦的世界里面 所以呢 我呢就是把一些好的方法告诉大家 什么都很随便的 最主要的心不要随便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呢 实际上为什么会这么多苦呢 就是因为他心中有很多的忧郁 还有烦恼 这些烦恼怎么来的呢 他实际上就是人家想不通 所以一个人想不通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多的麻烦 那么台长呢 在09年的时候呢 有一位 那个廖先生 昨天晚上特别来看了我一下 他在昨天晚上一见到我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台长啊 你那个时候说我半年 会结婚 有婚姻的 他说我真的半年之后呢 就娶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太太 今天他也在这里 今天晚上跟我讲了 那么实际上呢 台长跟大家讲 学佛啊 和那个玄学 很多人会问啊 首先呢 台长跟大家讲 我对你们呢 不管学什么法门 对金普宗啊 对所有的宗派密宗啊 台长都很尊敬 不管你们什么法门 台长都是很尊敬大家的 实际上呢 就等于看病一样 就是多一个医生 给你一身体上治疗和参考 总是一个好事情 实际上呢 台长没有其他的想法 那么 昨天呢 这位听众呢 跟台长讲 叫廖先生 他呢 说他娶了一个 那个 马来西亚的那个太太 现在活得 也 两个人生活都挺好 他说呢 昨天说 陆台长我想在一个地方 买一个工厂 看看行不行 结果台长就跟他讲了 说 给他看了 他也是老朋友了 我说你这工厂大概 十几分钟到海边 我说对对对 我说这工厂不大 结果他说 是不大 我这个人做不大 我太太 你早就讲过了 所以呢 昨天晚上我就跟他先讲了 因为是布里斯文的 那么另外呢 海长跟他讲了 是我们呢 跟人呢 都是有缘分的 一个人说 无缘不来 今天大家来了 你们把我当朋友 因为你们不知道 排长 弘扬的是什么法门 来看看 听听 我们听听 学学也好 实际上呢 排长把大家当朋友 来交谈 来人家说出息谈心一样的 看看你们能不能接 能不能让你们好一点 排长的这个法门呢 在短短的两年多呢 现在已经在全世界 有一百几十万人 在跟我学了 那如果不好的话 你们想想看 如果因为很多人 我都没见过 他们如果学得不好的话 为什么会有一百多万人 这都是真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呢 自己专程到这里来 我实际上就是跟大家 接个友好 以后呢 还会看你们 因为呢 很多人都知道 卢台长有一点功能 这个功能呢 很多人就想看看 在脸上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功能呢 主要是让人家相信 相信了之后呢 主要呢就是让人家 要怎么样来念经修行 这只不过是个方法而已 所以呢 台长今天跟大家讲了 主要呢是 对 对 布里斯本人 我们的那些 朋友呢 很信任 很相信他们 我想呢 现在人真的太坏了 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个报道 我真的很生气 你们知道现在人经坏到什么程度吗 你们如果今天下面有一个人 想得出这个新天这个新闻 在澳大利亚的新闻 肯定你们想不到 你知道现在人 拿飞机啊 在悉尼啊 飞机飞的时候啊 他拿了个电机枪啊 就是激光 激光束啊 在扫射飞机啊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坐的飞机 如果被他激光一击中的话 整个飞机就打下来 你想想看 人现在已经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你人总会有个道理 人家这么多无辜的人 几百个人坐在飞机上 你就拿这个激光啊 就是那种雷射 他居然打个飞机啊 你想想看 人怎么不要学博修行 怎么不要劝劝他们 对不对 因为人现在不知道 就拿自己的幸福啊 建立在人家的痛苦之上 很多人家庭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整天的就是动人家脑筋 动人家脑筋 赚人家便宜 整天的就是想 怎么样把自己 越来越好 把人家弄得越来越不好 所以我曾经给大家讲过 日本有个瞎子 日本有个瞎子 他们就是这样 他听人家 他跟人家说 我听人家讲话的时候 两个人在对谈的时候 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讲话的时候 如果对方告诉他好事情的时候 这个听的人啊 声音里面呆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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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惨的声音 比方说 我告诉你一件好事啊 我的孩子考进精英中学了 对方啊 声音会有悲惨的声音 是吗 很恭喜你啊 很难过 现在人都是这样 如果你告诉他 有我们家陪人家撬了 昨天又被人家骑车撞了 是吗 什么时候叫的 撞了哪里啊 哦 还好啊 那人的心态 所以我们学佛做人 就是要心态要好 我们坚决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就是学佛的人 你就算不管做什么法门 你至少第一 良心要善良 对不对 我们学什么法门 如果这个人良心的不善良 你说我们怎么学的好法门 对不对 那台长今天也告诉大家 台长这个功能是很厉害 那功能厉害呢 如果你们听过台长的录音的话 我都是现场全部有录音的 我经常看出这个人身上的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我现在当场可以给你们演示 待会就是当场 你们不认识我的 我叫你们当场 只要你们有号码 你们站在那边上 我可以把你的家里 把你的情况 当然你不问我不会讲 对不对啊 我经常 我过去很傻的 人家不叫我讲 结果有一次 一对夫妻到我这里来叫我看 坐在那里听好了 开始的老公还两个人谦虚 说你先看 那个老婆跟他说你先看 觉得好好好老婆先看 老婆看 等到老婆看完之后 他老公站起来说 我趴车时间到我走了 因为我把老婆讲了 什么都讲出来了 他老公下了不敢看 所以这是真事情 所以我 我有时候现在讲 你们问什么 我就讲什么 你们不问 站在边上 你跟我说 卢台长 今天我家里怎么样 那么好 风水 我也可以帮你看 对不对啊 如果你说 我爸爸妈妈过世了 在哪里 那么看 看了之后 你说卢台长 我相信不像你 没关系 我可以把你过世人的样子 给你描绘出来 我可以 你说你的婚姻怎么样 你的孩子怎么样 我都可以看得出来 我当场讲给你们听 你祝福了吧 对不对啊 那现在我首先 讲给你们听 台长 曾经在广播里 看到一个人 他的妈妈过世了 附在孩子的身上 附在孩子的身上 就用嘴巴跟他讲 他妈妈就说 他妈妈已经是鬼了 就说 哎呀 你去求求陆台长 只有陆台长 能救我们出鬼 就能够跳出来 所以呢 台长呢 当时呢 就心里呢 就 我当时把他妈妈样子都讲出来 我说你妈妈的脚很大 我说你妈妈怎么样 怎么样情况 他一听之后傻了 所以他说 这是啊 他妈妈 现在我们家里 避密的事情 死掉之后 什么事情都知道 随机下的鬼都能通的 我通的 所以呢 当时呢 这段录音还在 现在台长马上就放给你们听 好不好 给他放给你们听 哎呦 您在讲吗 哎 我是啊 嗯 哎呦 您好 您在讲 我想问一下我妈妈 她叫柳树的柳 嗯 桂花的柳 情绪的序 柳桂旭啊 对 什么时候过世的啊 嗯 30多年了吧 在那个哈修罗道的 嗯 哈修罗道 你妈妈那个脚也挺大的 对 那个 人是个好人 很辛苦哦 然后呢 头发前面 额头前面有一点点散发的 嗯 嗯 明白了吗 哎 对不起 就是说我妈妈吧 他就在我姐姐身上 扶在我姐姐身上 哦 会会 他会 会 喂 他到了我姐姐身上啊 对 我知道 他就在去了吧 他说让我超过他 要给卢太长打电话 因为我姐姐听你的节目嘛 你看见了吗 他就是直接跟我说 这个问题就是 找卢太长在那儿救他 对了 这就是 你妈妈已经变成鬼了之后呢 扶在你姐姐身上 例如你姐姐的嘴巴跟你讲 你要找卢太长 他能救我 对 对不对啊 对 而且他 他接着就跟我说 说我们家里几个人 他让谁也去看 怎么回事 他都知道 对了 我就说 真的太幸福了你了 听这个电话 我觉得真的就 他都知道 对了 你说 一直走 你们能走 现在 现在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告诉你 天地鬼神 他们现在都是要求你们帮助啊 好好念经的 好吗 好 好 那就这样 好 再见啊 好 大家听到了 这个是一个露营 全部有时间有地点的 所以台长都看得见的 所以你们今天来呢 实际上一个是跟台长交个朋友 第二个呢 你们待会自己有些什么问题可以问问我 我可以告诉你们 对吧 那么实际上呢 在这个科学当中 很多人相信 很多人不相信 因为很多人才说 哦 颅台长哦 算命吧 看看 做个台长为什么要算命 实际上不是算命 我是要教大家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算命没有用的 我告诉你们去算命 算完之后 好 又花钱 花完钱之后呢 接下来 他没有办法跟你说 怎么样的改变吧 那台长呢 把你们看到之后呢 能够叫你们用什么方法来改变吧 那么人家说 台长为什么这么做 你看又不收钱 为什么 因为这是菩萨行为 因为到了末法时期 人真的很可怜 因为人的灾难越来越多 你们想想看 人现在生病啊 什么样的怪病都有 癌症生在什么地方都有 你们大家知道 一个人做一点好事情 就像接一个好的东西 对不对 一个人做一点坏事情 等于接一点坏的东西 对不对 你们知道 一个人啊 比方说 做一点好事情 好 一个白的分点 对不对 如果再做一点好事情 又增加一点白的分点了 那么 一直做好事情 这个人的心中啊 都是亮的地方 那么台长 帮你们看图灯的时候 如果我一看 好 整个觉得你这个身体啊 不用很亮 很干净 这个人就是好人 如果你做一点坏事情 他有一个黑点 黑点 然后镶嵌在你的身体里面 我们讲佛法讲 叫八十天中 在人的八十天中里面 就有这些东西 就在你的心里啊 你动一个坏脑筋 他进去一点 动一个坏脑筋 进去一点 动的时间多了 这个人这个心这里 我看出来 整个机场就是个黑的 所以人就是黑的 所以你们想想看 看图灯 实际上就是这么看 那么台长呢 跟大家讲 实际上我们 学习啊 你比方说 爱因斯坦讲的 职能方程式 职能方程式 实际上就是讲的 物质能够变成能量 它的物质能变能量 你脑子里想一想 这个是潜意识 就是一个潜物质 它变成能量是什么呢 它就一个变成能量 就变成黑点子 让你在里面 比方说 你们大家想一想 如果一个电视机 一个电视机 这个荧光屏 你看的长了 它慢慢的 一个点子 一个点子暗了 所以你的荧光屏 就调不亮了 实际上 这就是因为你看的 时间久了 它一个个分字点 集中起来 使你这个荧光屏 变得暗了 我们人也是一样 我气场很好 我很开心 好 你锻炼身体也好 好 很多人啊 很喜欢吸收能量 他们练功 把树 树底下去吸收那个树的气场 实际上很多人不懂啊 树的气场 你要看了 这个是好的树 你 这么做 实际上对树也是不好 为什么 如果这个树很有能量 你吸吸吸吸吸到后来 这个树干掉了 干掉之后枯萎了 那你大不了 就是以后 练到最后 就是一个树精了 真的 如果你这个人 跟好人天天在一起 你接下来 你以后就会变成好人 如果你跟坏人在一起 你接下来就变成坏人 你经常跟这个树接气 你就像树一样的 对不对啊 这人就是这样 我们还有很多听众很好玩的 他们经常跟我讲 吴台长念哪个经啊 能够经济上好一点 我们经济上好一点 可以啊 那念准提神照 台长告诉他 心想事成的经 准提神照 心想事成的经 好 一听好 一听好 又短 十小周里面了 很好 然后呢 找上买个鲁鲁 买个鲁鲁 然后刮了 牵猿金 他怎么没刮到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 人要赚钱 实际上他有个命 他这个命能不能赚钱 一个是靠努力 二是靠财运 对不对 那台长到香港去 我到香港去的时候 李嘉诚的亲戚 也是请我吃饭 跟我们聊 那我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为什么 你的钱 你李嘉诚有钱 并不代表你们的子孙 你的所有的孩子都有钱 人家说付不住三代 还有你家里的风水呢 对不对啊 还有你的名字呢 很多人的名字很差劲 很多人不懂啊 两个名字晚年都不是太好 所以很多人的名字 说陆太大 那么你说两个名字都不好 什么名字两个都不好 那我只能举几个特别的例子给大家听听啊 那林彪 江青 对不对啊 名字是不好 为什么 他名字是按笔划来算 比方说第一个字的笔划 加上第三个字的笔划 好 那么是中域 那么第二个名字的笔划 加上第三个名 那是主运 那么第一个名字和最后名字呢 那是前运 实际上他有道理啊 那你少一个字 你变成没有一个运程 你后运就不好了 但这些都要讲起来 那香港的小天天呢 他跟你打官司打了多少年 对不对 他不是认识那个风水师 你们都看过八卦新闻的 对不对 那个风水师厉害吧 他在家里全部摆八卦阵 好了 官司打赢了 人死了 为什么 你没有这个运程做这个事情 你就做不好这个事情 你没有钱 你硬要去钱 就要去赚钱 你这个人接下来就很苦 你没有这个命去追求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是个明星 你到了最后 你追到了 给你带来的也是痛苦 因为她会找另外一个 对不对 所以不是我们自然来的 那就不是自然的东西 只有自然来的东西 才是你的 如果不是自然的东西 就不是你的 所以这样一想 就想通了 我的孩子真的是 智慧很不开 读书很不好 我也不要让他考很好的精英学校 只要考的一般的我就满足了 对不对 你这样一想 你心里很痛 哎呀我年纪轻的时候啊 我是个老局长啊 我在中国啊 互蹦换鱼啊 我跑到澳大利亚来 零零孩子走走过花园啊 那有什么用啊 你过去就是你的过去 你老想着你的过去的话 你就现在活得很痛苦 你现在就是零孩子 没关系 我就零孩子 我就帮帮儿子又怎么样了 我过去是过去的 我们不谈过去 那这是学博 那就是学金刚经里面讲的 未来不可得 对不对 现在不可得 过去不可得 过去的就过去的 未来的还没到了 现在的也抛开了 什么都放不下 钱放不下 名放不下 力放不下 你想想看到最后 你能得到什么 躺在床上 要走的时候 还难受 哎呀我对不起他呀 我对不起这个呀 还得走 有音乐 所以告诉大家 我们学博修行 最重要的就是要下开 很多人说 你要放下 学博学了半天 天天到庙里去拜 好啊 好啊 跟尼古和尚学 好啊 都很好 但是呢 很多和尚跟他说 你要放下 你要看开 他回到家 我怎么放啊 我怎么看 那台上今天跟你们讲 什么叫放下 什么叫看开 就是说 什么东西都随缘 不该你的 我不去想 没钱 我就少花一点 有钱 我多花一点 那就是随缘 我今天有这个孩子 算我讨债为倒霉 那我就倒霉了 算我今天这个孩子好了 我就跟他好了 那就是随缘 啊 放开他 想得开最要不最重要 你们知道现在世界上 什么病最厉害啊 忧郁症啊 现在很多孩子都有忧郁症啊 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 一吵架 孩子在边上就是很忧郁啊 很难过 现在的孩子 现在的老人 都有忧郁症 为什么 他想不开啊 所以要看开 想得开就叫开悟 一个人什么事情 我想开了 我无所谓了 我钱也不要了 我什么都无所谓了 你孩子你要拿你就拿去吧 你要欺负我 我让你欺负 又怎么样 好了 想开了 开悟了 饭也吃得下 叫也睡得好 很多人就是叫也睡不好 饭也吃得下 为什么 想不通啊 难过啊 过去的我的前任的人 对我 我对他这么好 现在我一退休 他马上就对我不好 我想不开啊 我的孩子我从小把他养大了 他为什么还对我这样啊 想不开啊 好了 想不开就生病了 中医奖 叫小周天大周天全部土塞 好了 身体不好了 肠胃不好了 心脏不舒服了 接下来是毛病 你说气出病来无人替啊 你自己难过啊 你为什么不想想开 对不对 台上跟你们讲佛法 实际上我跟徒弟讲的时候 都是讲经文的 但是我为什么跟你们要讲白化佛法 因为很多人刚刚结束 因为很多人学过一点佛法 但是呢 他还没有开悟 很多人就跑到庙里去拜 你们知道拜佛萨有窍门啊 跑到庙里就知道 那一半就 咋不用啊 不用啊 我就看看 很多人在中国烧头香 他们连烧香的规则都不懂啊 拿着香啊 乱晃乱摇啊 就像拿个小妻子在豢养的 你香点好 是对佛萨的尊敬 对不对啊 你拿香点好之后 这里呢 有个铁栏杆拦住的 因为十二点钟还没到 一到十二点钟的时候 呱 冲进去 背没办 啪 每个人插好 就走了 就走了,你说怎么拜的好佛呀 有点像May呀 到了Christmas的时候 50% Half%的时候 你想想看,学佛对古葬要尊敬啊 我哪怕我这样拜,我哪怕不烧头香 我只要心存,一定灵 为什么去抢头香 就是一种侥幸的心理 觉得我今天烧了头香了 我就灵了 你不信啊,你命中没有财运 你烧了头香,你看看你发财不发财 没有这个命嘛 所以人家想得开啊 对不对啊,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有时候,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这么对我们好 观世音菩萨说 到了末法时期 叫万家灯火 他把菩萨 请到你们家里来了 把庙都放到你们家了 我不相信了,你们今天在座的人 很多家里人都有佛台 你们相信,对不对 很多人已经开始念经 很多人家里供一顿观世音菩萨 这不就是庙了 对不对啊 你不就是在拜佛吗 观世音菩萨难道你在庙里 他就会给你拜 对不对啊 你离开了庙了,他就不给你拜了 都一样拜 心要成 一个人心要成 所以人家说 你就算在庙里拜的时候 如果你心乱想,乱不好 你照样菩萨不能 但是你只要在家里 也好在庙里 你心很成的拜 你哪里都有菩萨啊 因为释迦摩尼佛 对不对 在说法四十九年 他在菩提树下误出 他说 人皆具佛性 对不对啊 人人皆具佛性 我们人人都有佛性 都有佛缘 这个佛缘佛性是什么呢 就是讲的 每个人都有良心 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 实际上为什么 很多人良心不好呢 朝起家来的时候 人根本没有良心 所以男人骂女人 女人骂男人 骂到后来 最后说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对不对啊 为什么呢 因为人贪念 人现在不满足啊 你们想想看 我前天给青年团开始的时候 我们悉尼青年团开始的时候 我说的 我们刚刚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 我们就想着一点 赶紧有身份就好 只要有身份 我什么都不求了 对不对啊 有身份了吧 有了 就这样的 我有个房子就可以了 有了房子之后 哎呀 有个海边的房子就好了 哎呀 有一个Toyoto 台长就 我最早这时候 还没有开悟的时候 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就想了 我就想 我到澳大利亚 不要打车 看一个那种 上海不是 马路上不是 有那个小华丽吗 华丽的小汽车 哎呀 你这个车就可以了 对不对啊 到澳大利亚就 哎呀 拼命求 求身份 对不对啊 身份求到了 哎呀 有点 稍微好一点的车 人的欲望 要控制住 其实你们跟台长一样 你们跟台长 没有什么都一样 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你们实际上 都有悟性 你们人都很聪明 实际上 你们跟台长 都是一样 我跟你们过去 也是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菩萨 慈悲我 让我看到东西 如果让你们看到东西 你们一定会这样 你们会成立千万个楼台长 对不对啊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一个人 只要相信这个东西 他就能看见 比方说 美国科学家说 这个全世界 有80% 是属于暗物质 在宇宙之中 那么什么叫暗物质呢 暗物质就是 看不见的东西 你们今天看的花 是明物质 对不对 那么暗物质是什么呢 那空气 细菌 你们看得见吗 那电波 不是电线啊 电波 声音传出去的 都是暗物质 思维 都是暗物质 我想 想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是暗的 因为你看不见 摸不着的 对不对 所以美国科学家 跟宗教学家 经常在辩论 他们经常辩论 他们就说 有个科学家站起来 我是一个天文学家 我不相信 有什么灵性的 什么鬼魂的 我都不相信 我看了一辈子天空了 我从来没有看见鬼啊 什么angel啊 也没有看见什么菩萨 上帝啊 所以我不相信 那么另外一个 宗教学家就站起来 跟他说了 哦 请问这位天文学家 你看见过风没有啊 没有 你看见过空气没有 没有 有没有啊 有 好 那位科学家起来了 是个外科医生 我不相信的 我开了一辈子手术了 我就看见肺啊 肝啊 心啊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 什么灵魂 我不相信 好 那么那位宗教学家 就站起来问他 请问 这位外科医生 你爱不爱你的妻子啊 我很爱啊 你给我看看 开出来看看 在哪里 你在你身体哪个部位 你开给我看看啊 那是意识啊 那是灵魂啊 一个人如果没有灵魂 只有身体的话 他就是个植物人啊 昏过去的人 昏迷的人 他不就是灵魂没有 有个肉体 他也能吃也能睡啊 对不对啊 所以首先你要相信 土耀的存在 你才能感受到 它的存在 我相信有空气 我在汽车里 如果我想打瞌睡的话 我一定要开点窗户 如果你把窗户 全部会关时 你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 你接下来 你就七强的窝囊 对不对啊 就是这样 所以对人家要好 现在尤其在末法时期 实际上你对其他法门 都要憧憬他们 因为不管什么法门 都是来救人的医生 都是好的 但是呢 台上的灵魂 我也是医生 我也希望能够救到 跟我能够帮助到的人 一样道理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大家就平和了 所以我们讲 佛教真的是很好 因为你看我们在西方啊 我们佛教不跟人家争斗 对不对啊 所以人家就觉得 啊 你们这个教蛮好 对不对啊 那么有时候台上也是 真的没办法 台上救人 什么样的人救 有的人还跟我油腔划掉 我说 到我这里来砍图腾 我给他砍 砍完之后 我说你信不信佛教啊 罗教授 我说你信不信啊 他说你今天讲的我信 反正呢 对于那个 那个什么教啊 我就信一个教 我什么教啊 他说睡一教 你说这种人你能救他吗 我说你下次不要来看我 你不是为了骗我 给你看点图腾 算算命 捡个两三百块钱 你到家里他就看好了 什么人不能看算命啊 哦我不收钱呢 你来找我了 看完之后你睡觉 脑子有问题了 所以台上就是跟人家说 我是实实在在救人 我就是跟你们讲真话 讲实话 我讲的东西是道人 但是这个道理又在人间 你们把台上当朋友 我把你们当朋友 你们要问我看得见什么东西 我就告诉你们 看得见什么东西 我真的看不到你们东西 所以我告诉你们 台上甚至连死掉的人的名字 我都能看得出一个 我接下来再放一段 给你们听听 也是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我当场看见的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他死掉的人 你说我怎么会知道 他的名字 放给他们听听看 大家就相信 好 哎我可以吗 哎好 啊我现在打给我听到了 哎你好 啊我想问给你看看我的那个 面状和灵状 好 你属什么呢 属虎的 老虎啊 啊 三八年的 三八年的虎啊 啊 我给你看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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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那家记住 肚子这里不好 肚子肠胃不好 嗯对 嗯对 而且腰也不好 对 腿脚不好 关节不好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刚才可以听听吗 有在脖子上 哦 好像是你的妈妈 也不知道你的婆婆 哦 明白了吗 嗯我看看哦 你看看是你妈妈还有婆婆哦 嗯 看看你是属老虎的呀 嗯 我看看是你妈妈 哦背有点脱了那个啊老太太 哦 经常冬天还戴着那个融蟹帽 哦 是谁呀 有点像什么花 就名字里面好像 有个花 背有个花 有有有有 啊 离开了太太太 戴上太太太 哎哎哎哎哎 嗯 用个电梯的小花 你也提到小花子 那也是一张小花子 哦 有点可以的 嗯 他就是让你脖子有点痛 嗯 明白了吗 对 好了吗 对 再见 再见啊 好 大家听到了 台长把他妈妈 过世的人的名字都看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跟大家讲 啊 一定要记住 我们每天肯吃亏 我们就是君子 我们每天想赚人家便宜 就是小人 所以我们心中不要去 经常赚人家便宜 我们要经常肯吃亏 这个人才是 圣人 对不对 台长跟他说 现在人就想骗人 很多人就想骗你 骗我骗他 为什么呢 我们在悉尼 有一个听众 这个听众 他接了个电话 我想你们很多人都接到电话 跟他讲英文的 说哎呀 你中奖了 你中了一百万的港币 你必须先交一点税 很多这种电话 你们普利斯坟有吗 这个电话有吗 也有吧 哎呦 打得我们悉尼全翻起来了 又打过来之后 这个人会相信的 他真的相信了 跟他说要六千块钱啊 付税啊 结果他就把六千块钱寄过去了 因为呢 对方跟他说 请你不要跟你们抢 什么什么 因为台长是看得出来的嘛 他就跑过来说 台长 你看看 我最近有没有财运啊 我跟他一看 你倒霉啊 我说 啊 不对啊 陆台长 我告诉你啊 我中奖了 我说你拿到了吗 没有啊 他们叫我先积六千块钱 我说你肯定输了 这六千块钱肯定没了 我就跟他讲啊 他就中先生 一家都是做狗围园的 种菜的 好了 六千块钱没了 被人家骗掉吧 为什么 现在那个动脑筋 就想骗人 所以人为什么不好 为什么要台长出来要救人呢 实际上就是叫大家 你们良心善一点啊 求求大家好一点啊 不要相互争斗啊 连夫妻都吵得来 就像冤家一样 孩子跟父母亲 都是前世的冤结啊 大家要能够化解 那台长教你们用什么方法 好 如果吵架有冤结 那么念血接种 一念就好了 我们有个小经典的单位 老板从来不理他们的 老板要把他fire 不好了 开除他了 结果呢 唐温如在打 他就念血接种 我一念 老板居然走过他办公室的过去了 你好吗 就怎么样 哎呦他开心的了 平民的一天念108遍了 现在 本来念21遍 对不对啊 那比方说夫妻吵架怎么办呢 就冲着他老婆念 老婆骂他的时候 他就冲着老婆念 老婆骂妈妈妈 真的 他跑过来跟我说啊 他说我老婆指着他开始先骂 说指着我骂 啊啦啦啦 骂骂骂骂 过一会他念念念念 我说手就下来 然后我跑到他面前他说 你说对吧 走掉了 真的事情啊 全是他们反规给我了 否则我怎么知道啊 对不对啊 解接种就是解你的冤结 一个人要懂得 要解冤结 实际上我们人跟人 我有一次 我们办公室来了一对夫妻 他们两个人在讲的时候 台长 实际上你们 你们看见台长这功能有 就是这点好 因为他们在讲讲讲讲 在台长办公室就吵起来 吵起来就我看了一个鬼啊 就是 骑在那个男的身上 骑在他身上 拉他头发 你们看不见 拉他头发 他拉一拉 那个男的就 你为了不得讲 他拉他一下头发 你为了不得讲 因为我看得见啊 他老婆 你怎么他抬到面前还这样 我来到他讲 因为男的这个时候 就被那个鬼啊 就拉头发 结果呢 我就 我就用心理的语言跟他讲 我说 你不要搞了 待会我会叫他们念经给你了 你离开他吧 这个鬼啊 啪 一跳儿离开了 一离开之后 这个男的 他醒过来一样 马上 陆天长 对不起啊 我失礼失礼 在你办公室吵架 跟老婆说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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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看见了 你们看不见 如果 你们如果能看见 你们就不会吵架了 很多夫妻吵架 都是有鬼在身上的 你们不知道的 为什么容易在厨房间吵架 你们知道吗 厨房间属火呀 火气大呀 你们举个例子 你们在冬天的时候 你们做巴士 会吵架吗 在中国 那个时候人挤人的 冬天不会吵架 到夏天为什么冬天要吵架 火气大 火怎么来的 身上有东西啊 人一热 头脑发热 人一凉 干净 所以很多西方人也是叫我们 Cold down Cold down 对不对啊 冷静冷静 外国人跟中国人应该不一样吧 对不对啊 我们如果说我们中国人说 冷静是叫你冷下来 外国人说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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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哪有这种事情啊 人就是这样 一个冷静的时候 他才生出智慧 你们这么多老婆婆老妈妈 你们这么多年轻的人 有的事业很好 但是为什么事业一是好一是不好呢 我上次到香港去 很多人 他们要叫我看 你不管对我怎么好 你给我红包也好 什么 我就跟你讲得很清楚 你要信伯 我才给你看 否则你风水师 上面的人多得很了 你找他们去看 但是呢 他只要相信我 他说他念经 我给他一看 把他讲的当场就跪下来 因为没有人想到他这么多事情 我可以把他 几年几年的运程好 几年几年的运程不好 为什么你有钱 为什么你没钱 而且最后 把他两个小的全部讲出来 你们听到什么叫小的吗 小老婆 他老婆在边上眼睛看到我 我现在又说我闯祸了 台长进上去啊 我讲出来 因为我看的时候 我讲得很开心啊 因为我看得到吧 讲完的时候 我都想完了完了 又讲错事情 对不对啊 啊 这个人挺好玩的 在香港很有钱的 他先跪着我们有钱 结果他老婆 从他眼睛 他都想起老婆这边讲 马上转个方向就是 跪到那去了 啊 所以我跟你们说的 就是去年四月问题 实际上人啊 很苦 大家要相互理解 你们姑气也好 孩子也好 你们要当家理解他 你们一定要懂得 要真爱他 实际上我昨天还在跟一个小朋友讲 我说 你们想想看 一个女人家给你吃多少口 家给你之后 名字名字 又是姓 又又又又 你的孩子 帮你生孩子 很痛苦 对不对啊 然后呢 照顾你一辈子 在家里做啊 弄啊 你在八大里 你养得起了 用了一辈子吗 他对你多好 还要打工 还要在家里做家务 还要帮你生孩子 很苦啊 对不对啊 你动不着马 动不着打 你说这样 不是男人啊 反过来讲 很多女人他胸也不好 那么男人 男人有了不惊弹 很多男人心里有很多的结语 他讲不出来啊 他难过啊 他不讲话 难过你说老板的气了 到什么地方受气了 回到家里很难过啊 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 拿老婆讲几句 老婆叉叉叉叉叉就骂他 你这个死人呢 你怎么这么讲 他难过啊 所以男人都死得着 你去看马路上 老太太多 老兔子少 真的 老太太活得差 为什么 女人还有一个习惯很好的 他喜欢讲啊 他不跟你讲 他找几个女人一起讲 我这个老公啊 他讲掉了 发泄掉了 那男人不发泄啊 约在心里啊 到时候 走了 我说的都是人间的真事情 所以很多人学过 学了半天 还不知道为什么 哎哟 我天天拜佛念经 为什么啊 总有个目的吗 这个目的 有的人为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好 我支持 有的人喜欢到什么什么地方去 比方说到 四乘天 啊 我准备到 以后到 菩萨道去 叫他到佛道去 好 都是好事情 问题 你到的了吗 你今天在学净土 祝你也好 学什么 你能不能去啊 你有本事去 台长助你一臂之力 问题身上业障太多 天天想着 哎呀 我的孩子怎么办 我的走的时候 这里刚刚念一句 那妈 我密屠佛 哎呀 孩子怎么办 我密屠佛 我的房子分给谁啊 我密屠佛 我怎么样 你分心啊 你不能集中思想 你到不了西方极乐世界 那台长现在叫你们干什么呢 就是你们在念经之前 先要念 把这些 灭脏 去掉 我们讲一句话叫 人乘及佛乘 你做人做得像菩萨 你就是一个菩萨 你如果走的时候 人家都说 哎呦 这个人好啊 这个人像菩萨一样 他一定能上天 如果这个人坏得不得了 天天弄人家 因人家 害人家 最后都说 我一念 阿弥陀佛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上不去 上不去 所以叫你们 活在人间的时候 先要把人做好 做人不要恨人家 做人要对人家好 要帮助人家 要 要各方面生活上 什么都好 所以很多人 男人都不信佛 为什么 他老婆信佛 他就不信 你知道为什么吗 很简单 因为他老婆 嘴巴里到庙里去 做义工 什么 回到家就骂他 他老公就想了 学博都学成你这个样子 你还叫我学啊 你要以身作折的 很多男人为什么不相信菩萨 他就是因为看到老婆这个样子 不像枪 哎呦 跑得起衣服一窜 像真的一样 跑回家里衣服一窜 你想想看人家男人看了 你学不就学成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啊 人家不相信了 你如果真的学了之后 老公骂你 哦 对不起老公 我是做错了 对不起老公 我真的是不好 我好好修 我还修得不好 对不起对不起 真的 我没做好 又怎么样呢 他吃掉你啊 他不会吃掉你 你就谦卑一点 对不对啊 明明是你错了 明明是你错了 你更要谦虚 如果是你对了 你也要认为 哦 他是在鼓励我 给我一个真上缘 什么叫真上缘 促进我上进的一个源泉 因为他骂了我之后 我以后这方面当心一点 因为他不明白 他才骂我 就像澳大利亚开车一样 啊 你开的慢好了 很多戏人 他开过来 抢你倒 还要按你喇叭 你说什么 你跟他吵架好 还是不跟他吵架好 你跟他吵架 你跟他是一样的料 还有很多人啊 澳大利亚人啊 对不对啊 你说澳大利亚 很多人跑来 学好还是学坏啊 一开车 喇叭一按 接下来还做个手势 你们都知道做什么手势的 你会跟他去吵架吗 他是档次高吗 他的level very high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就是不学博的人 所以一个学博的人 学得越好 他修养越高 他不会跟人家吵 他不会去讲人家的 所以很多大法师 大尼姑啊 这种 比丘比丘 你咱修得好 到最后 你跟他说 这个人好吗 那个人怎么样 这个法门好吗 他说 我米特佛 他最多笑笑不讲话 哎呦 这个不好 你看我学的国法多好 这个不好 你们去听听卢台长在全世界红法 我到美国 到纽约 到洛杉矶 我到了 到了 这么多地方 到香港去 我从来不讲什么法门好坏 都是我尊敬的 都是医生 都是给人家看病的 只不过 你这个病是 给哪个医生看好 有的是骨科 有的是儿科 有的是眼科 你总不见得说 我因为跟这个骨科好 我眼睛不好 我也去找他 你要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法门 对不对啊 你们今天跟台长结个缘 我又不一定要你们完全跟台长修的 我只希望你们要学佛 要念经 因为念经了 你们能保护好自己 你像布里斯本城市水灾 多大 我 我们搞传媒的 我的一个好朋友 江社长 就新华社长 他 飞机飞到这里 在直升飞机上 看下面一片汪洋 城里有几道晚上 都全部没有了 你想想看 这不是灾难吗 他后来还采访了一个人 他告诉我说 这个人 他说 把家门住在海边了 把家门锁锁好 出差了 回来家没了 全部没了 房子飞走了 房子飞走了 你看看看 他说 本来这个字我不认识了 我经常跟我们的 徒弟团的那些人讲 这个字我不知道 什么叫细软啊 他说我连点细软都没有带出去 就是那个里面的金属 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知道 全部飘光 你想想一个人 今天有 明天就没有了 明天有 后天就没有了 人不就这么轮回吗 那不就叫六道轮回吗 抓到监狱里 不就是在人间的 轨道吗 不就是在 这只轨道 人在恨的时候 不就是在阿修罗道吗 人在很高尚的时候 做人帮助人家的时候 你不就是在菩萨道吗 对不对 那天天就有这个六道了 你把人间 你到底要做哪个道 先学学好 不要说我以后怎么样 你现在先学好 那以后你才会好 就像小孩子呀 你想考进大学 你先要把书读好 小学中学高中都要读好 那你才能以后进入一个境界 对不对呀 所以台长 因为你们每一个地方 台长去的地方 都有很多人 有的学过佛 有的不相信 有的刚刚相信 有的觉得蛮好气的 所以台长对不同的人 我很难让大家都满足大家胃口 所以我只能谈一点佛法 谈一点人间的事情 然后呢再谈点其他的 只能这么讲 因为我如果全部讲佛法 我告诉你很多人站起来 要走了 那如果我全部讲人间的东西 很多人觉得 哎呀讲得这么浅 我们都明白 实际上要真正的明白一个道理 是什么呢 就是学人做人 实际上就是学佛 你们做一个小时的菩萨 你们实际上这一小时就是菩萨 如果你们做24小时的菩萨 你这一天你就是菩萨 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成为菩萨 我才做菩萨 你做人 你要做人事 你看看日本人当年打中国人的时候 他是什么呢 他是什么 他是畜生 他是人吗 不是人 但是他做的是畜生的事情 他是人吗 他就不是人 我们现在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下 整天做的畜生的事情 你争我斗 打人啊 弄人家呀 这种都是狗一样的 你踢他一脚 那狗就冲上来咬你一口 那人不就这样的吗 老婆骂你一句 你不骂我 你难过的 女人也是的 气量小啊 男人讲了他一句了 他都难过了 发又发不出来 接下来 他给你做菜了 把你咸死了 暴徒啊 也就暴徒了 对不对啊 然后呢 哎怎么这么咸呢 要吃就吃 不要吃算数 啊 他只会借口来骂你 对不对 再反过来讲 好 第二天你说咸是吧 他给你淡的不得了 那今天怎么这么淡 你不要叫我刷 我刷不好了 你自己刷好了 那人就是这样 要暴復 因为人的暴復心太重了 你们想想在人暴復心 已经重到什么程度 两一战争打了多少年了 这么小的孩子生出来 就叫他们报复 叫打仗 所以学博就是要和平 人要和谐 人要懂得相互自爱 人要知道 今天该我的就是我的 不该我的我就不要 那才叫做人 人成吉普成 这是太虚大师讲的 所以我们做人一定要做得好 台长今天呢 跟大家呢 讲很多人 因为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 已经得了很多忧郁认识 而且这个轻度的忧郁认 你是感觉不出来 那么台长用佛法来告诉你们 那么如果你想解厌一下 你有没有忧郁认识 你记住你有三点 第一点 你是经常记性越来越不好 明明放在这个东西 放在这个地方 我想不起来了 钥匙放在这里 哎呀 其实钥匙放在哪里 好 我告诉你 这个已经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了 第二点 经思想不集中 我想一个事情 我想做一个事情 那就是思想集中不起来 我想做一个事情 就是思想集中 这个也是很危险 那么第三个呢 一般现在人还没有 这个来的话 你基本上就很麻烦 这个就是说 讲话前言不大后语 而且把时间地点都讲错 你要说卢台长 09年来的 你可以往这圈 大家好 大家好啊 我去年来过啊 好了 有问题了 明白了吗 一定要记住 这三点很重要 实际上这三点怎么办呢 是因为人的精神长期的抑郁 就是人就是没有得到解脱 怎么叫解脱呢 很多佛法说 你要解脱啊 你要放下啊 要看破啊 怎么要放下 什么叫看破 你看不破 你放不下 你解不脱 因为你没有靠自己的力量 你不能解脱 你只有靠什么样的力量 才能解脱呢 你只有靠菩萨的力量 才能解脱 因为你念了经之后 菩萨在你身上 他可以帮助你来想通 很多人想不通 一念心经都想通了 很多人没有力量 浑身生病 台长告诉你们 生刚来的 生很多事情的 我全部都有力一生 太多了 总之为什么会有 一百几十万人 跟着台长 两年两年两三年的时间 为什么 就是大家都可以了 台长今天 什么都不要你们 我就要你们 好好地修行 要你们念小房子 为什么 小房子真的好 因为你一念之后 你说 盧台长我看不见了 你说 操得我妈妈了 那你有什么 会凭证呢 我可以告诉你 你念了经之后 我可以叫你妈妈来看你 你服了吧 你说我打过胎 我身上有小孩子 我告诉你 叫你念小房子 念完之后 盧台长 你怎么 我念小房子之后 有什么来证明 我可以把孩子操入掉 我可以让这个孩子 到你梦里来 给你看 你服了吧 这就是道理 所以大家要试试看 学学看是不是好 因为对你们 百意而无一害的事情 很多人各种各样 人什么法门都修 还想都尊敬他们 没关系 你们可以做 因为只要能够帮助到你们好 如果这个病 说中医 要给你调理 西医要给你开刀 但是呢 不调理的话 你这个手术动不好 你体能不够 如果西医说 我给你开刀 你不要 你只要中医调理也好 那我就中西医结合 我只要把病看好 我就好了 我为什么说 我从小是看西医的 我就不调理 一刀就算了 一刀开了 此时在手术台上没有打 对不对啊 学法门也是这样 一定要全面的了解 能够符合我的 帮助我的 我都要学 我要好好的学 因为菩萨是很大量的 菩萨永远不会说 你学了这个 你就不要学这个 不会的 就像医生一样 你们的一般的医生 普通科医生 你病看不好 他一定会说 哦 这个医 你要去看专科医生了 他说 这个是我的病人啊 我不能给他 给了他之后 我病人少了 他不会的 只要能救你们 他医生 他一定是这样 好的 所以台湾跟大家呢 实际上开源呢 再跟大家讲一讲了 就讲了 我刚刚是两点多少开始讲了 因为我要留时间给你们看图腾了 因为你们很多人来了 最后要想看看 罗台党当场看图腾了 所以我留点时间给你们 我今天只能讲 45分钟 有45分钟了吗 过了 你们的意思叫我下台了 所以我台党给你们 很好玩 因为有时候 我听人家讲过一个笑话 就是说 说有一个干部 讲话不当心 叫他什么下台兼裁 结果这个人就下台了 不是人家下台 他下来了 所以有时候 台党把你们当朋友 今天特别跑到 布里斯本来 实际就跟大家交朋友 让大家能够好 因为这个真的 真的很有问题 如果你一念之后 你一定会有感应的 而且真的会很好 因为如果不好的东西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只要相信两点 你们就知道 如果这个东西好不好 你们首先看它 有没有目的 如果排了今天 跟你们讲过现在 如果我有目的 那就是传销 对不对啊 你们很多人 我们在澳大利亚 我被人家传销过多少次啊 我跑到刚刚到澳大利亚 留学的时候 去MV就被人拉进去三次 后来又是床垫 什么都传销都被拉过去 而且不跟我讲的 去了之后 还有一个床垫是拍手 向日本人要 哼就这样 我都搞糊涂了 本来跟我很好的人 一直走到一个会场里啊 一进去之后 马上把牌子撇起来了 好像人不认识一样的 哎呀 叫你怎么怎么好 我告诉你 你要记住 如果楼台上 今天有目的了 你们就不要相信我 我不要钱 不要名票 什么都不要 这是第一个 第二 这个 跟你们讲的 今天这个东西好不好 那是最重要的 如果 如果大家都说好的话 你还说不好 那你有问题 对不对啊 现在一百多万人都在学 都好了 这么多的逼真 你们就要看看台上博客 上面全部都有 你们如果觉得好的话 你们就跟台上好好学 我什么都不要你们的 我要你们好 这是台上今天的 我的一目比 谢谢大家